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很多人都觉得说 三岁就是猫狗仙 三岁之前就猫狗仙地狱期 对 然后六岁之后呢 可能一切就慢慢恢复正常化 这是正常的 可是这是一个 可以打破的正常 孩子的样子 可以有全新的样貌 他不是原本你以为一定的那样 育儿一定是地狱 小孩一定听不懂 他一定讲不听 他一定要用打 这些一定全部都是假的 我的孩子一定不是天才 我的孩子频频繁繁过日子就好 这些一定 我想告诉你 这些一定全部都不是真的 如果今天孩子可以找到他的天分 因为在天赋里面发挥嘛 所以他可以创造出来价值 别人很难去超越 第一名跟排名在第50 那个距离不是只有50分 新白理者办90的意思是 0到90分是一半 90到100分 就是我从90开始 前10%开始 进到全球Top1 这中间是另外50 这是人跟人之间的距离 我这样子讲之后你就知道 有办法把天赋开发出来 跟怎么努力都在持平水准 这个距离是远远超过一半以上 那是十万八千 你的社会阶层怎么有可能不被改变 你是那么的耀眼 所以大家愿意投资给你机会 希望你的价值可以帮助越来越多人 可以改善这个世界 可以解决我们觉得困扰的问题 这样子的过程中 我们就在让整个社会更好 以社会竞争来讲 越来越多天赋者在我们社会出现 他所创造的价值 那会是其他人的百倍以上 甚至千倍万倍以上 而这样子开发出来千倍万倍的能量 我们的整个国家社会会不会更有竞争 所以我这边真的是非常非常忠心的建议 我们从教养一开始 我们直接对着孩子的优势 引导他 让他学习 怎么样去理解自己有这个特色 怎么去管理自己这个特色 之后慢慢的 怎么样把自己的特色发挥到最好 然后学习怎么去理解 怎么去尊重 甚至怎么去引导 这很难 但是真的做出来之后 我想跟你分享 我觉得那种快乐跟满足度 是非常非常高的 是非常非常高的 是非常非常高的